欢迎来到科幻与科学的世界 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就说到 人类为了搞清楚土星上发生了什么 就派出了发现号宇宙飞船飞向土星 发现号宇宙飞船的成员一共有六名 两名清醒着的飞船驾驶员普尔和鲍曼 还有三名东眠中的科学家 还有一名其实不是真正的人类 而是可以控制整个飞船的超级人工智能HAL9000 这个为了后面的叙述方便 我后面就把它称作哈尔9000 有时候我说哈尔或者说9000也是一个意思 这个有意思的是 克拉克给这台人工智能取的名字是HAL 这个明显就是在隐喻IBM 因为H的下一个字母是I A的下一个字母是B L的下一个字母就是M 克拉克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出现还不到十年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 主要还是极为笨重的晶体管计算机 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它只是刚刚在实验室中才出现 IBM公司是当时在计算机研发领域的领头羊 克拉克笔下的HAL9000 并不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 它只是一个运行在飞船的计算机中的一个程序 它可以利用飞船上的扩音器与人类对话 并且可以利用飞船上无处不在的传感器 来观察飞船内外的情况 克拉克的科学素养 在这些细节的设计上最能体现出来 它并没有像普通的科幻作家一样 给HAL9000设计一个人形的躯体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要知道宇宙航行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于飞船来说 每增加一克的载荷 就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支出 和额外的能量消耗 因此真正的宇宙航行 必须是要尽可能的节省每一克质量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来说 HAL9000的任务 就是协助宇航员来控制飞船 当然也包括和他们下期聊天解闷 因此是完全没有必要具备一个躯壳的 而到了1997年 IBM的超级计算机申兰 首次战胜了国际象棋的人类冠军卡斯帕罗夫 我猜克拉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他应该是会微微一笑的 他可能心想在自己的笔下 HAL9000在30年前就已经在和人类下棋了 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 甚至克拉克还生动地写道 为了不打击人类的情绪 HAL9000被设定为胜率是50% 但就是这台人工智能 HAL9000却在飞行途中出现了精神错乱 险些是毁掉整个任务 原来对此次土星任务的真实目的 两名驾驶员普尔和鲍曼是不知情的 而HAL9000和三名冬眠中的科学家是知情的 至于为什么美国宇航局 要向普尔和鲍曼隐瞒任务的实情 克拉克并没有交代 我觉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小瑕疵 但接下去就发生了一系列情理之中 但又在意料之外的惊人情节 HAL9000为了隐瞒真相 不得不向宇航员撒谎 一开始是一些轻描淡写的小谎言 而我们都知道为了原一个谎言 那就不得不撒更多的谎言 HAL9000也像人一样 不断的被迫升级自己的谎言 到最后他被迫撒谎说 飞船外部的一个器件坏了 必须要修理 于是普尔就出舱去更换那个坏了的零件 这个时候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HAL9000竟然操纵飞船 弄破了普尔的宇航服 将它暴露在了外太空的真空中 一下子就弄死了普尔 在这个情节的设计上 克拉克虽然没有明说 但显然已经涉及到了 人工智能开始具备自我意识这个题材了 而自我意识则是在他之后 机器人科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 HAL9000也是变得越来越疯狂 霍也是越闯越大 他接着又弄死了三名冬眠中的科学家 鲍曼就不得不和这个疯狂的人工智能 开始了斗智斗勇 最终人类还是战胜了机器 鲍曼就成功地拔除了HAL9000的记忆体 夺回了飞船的控制权 地球方面得知了这一系列的变故后 不得不向鲍曼和盘拖出了 此次土星任务的真相 就是在土星的一颗卫星土尾巴上 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亮斑 而月球黑石板发射的强烈无线电信号 就是朝着这个亮斑发射的 发现号的任务呢 就是调查土尾巴上是否存在外星文明 地球方面希望鲍曼不要放弃任务 继续独自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鲍曼当然也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经过漫长的太空飞行之后 鲍曼就独自驾驶在发现号 抵达了土尾巴的附近 为什么克拉克的太空刻画 他备受推崇 就在于在他的小说中 到处都有对太空奇景的那种细致的描写 比如说他描写土星的光环呢 他是这样写的 当发现号到达土星附近时 太阳正在多条光环中缓缓落下 这时的光环就像是横跨天际的一条细长银桥 虽然光环很稀薄 只能使阳光微微有点减弱 但光环中成千上万颗晶体 却把阳光折射成使人眼花缭乱的璀璨烟火 当太阳走到那几千公里宽的轨道冰流后边时 寒冰的幻影交叉以过天际 使整个天空形成一片游动的焰火 最后太阳落到光环的下边 好像穿越一道道拱门 漫天的烟火也就逐次消失 怎么样 大家觉得上面这段描写是不是优美 接着呢 在太空中就又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黑石板 形状和比例与月球上的那块呢 是一模一样 当鲍曼驾驶飞船慢慢地靠近这块黑石板后 他竟然发现 这块黑石板与月球上的那块不同 这块其实是一扇门通向另外一个时空 如果用科学术语来讲的话 黑石板就是一个虫洞 鲍曼的飞船直接就穿越了虫洞 也与地球失去了联络 克拉克细致地描绘了穿越虫洞时的奇景 当然这个就完全是凭想象的了 因为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科学理论 能够让我们推测出虫洞中的真实情况 实际上虫洞现今也依然只是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产物 我们人类并未在宇宙中观测到真实的虫洞 鲍曼穿过虫洞后呢 就来到了一间显然是地球之外的超级智慧文明 为他准备的房间 这间房间是按照地球上某部电视剧中的场景创建的 鲍曼并没有见到任何的外星人 甚至也没有人跟他对话 但是呢 他又无时无刻不再感受到外星文明对他的关怀 在小说的最后啊 鲍曼的记忆突然开始倒流 在他的意识中 人生开始繁衍 但所有的记忆呢 又并未丢失 他的肉体与精神被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成为了一种超越物质和超越时空的存在 或者说呢 他变成了一种超级生命体 克拉克给重生的爆满就取了一个名字 叫Star Child 翻译过来呢 就是星铜 这个也说不清是星铜的肉身还是意志 最后呢 返回了地球 他发现在禁地轨道中 有一枚折服已久的导弹 人类熟悉的历史啊 正面临着终结 于是他就稍微施展了一下他的意志 那枚百万吨级的花朵就无声的绽放 给沉睡中的半个地球 带来了一场短暂而虚假的黎明 克拉克呢 是这么给小说结尾的 然后他等着 整理着思路 琢磨着自己尚未经过试验的力量 因为尽管他已是世界的主宰 他还不大肯定 他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早晚会想出来的 好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很明显啊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 未完待续的结局 克拉克呢 就是预谋好了 要写续集的 确实呢 就是这样 关于小说啊 最后把爆慢神话的这一段描写 当然呢 我是打了引号的这个神话 这个读者群呢 就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爱这个结尾的人呢 是爱得要死 他们认为呢 这是科幻大师丰富想象力的展现 非常的震撼 但是不喜欢的人呢 却认为啊 克拉克走得远了一点 从科学幻想 已经走到了纯粹幻想的那一头 丢掉了必要的科学性 我本人呢 是站在反对者阵营的 我也觉得啊 克拉克是走得远了点 我不知道啊 你听我讲完 2001太空漫游的故事梗概后啊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啊 也不妨留言说说你的看法 那讲完了小说 我们再来说这部电影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艺术表现形式 小说和电影呢 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克拉克一边写 库布里克呢 就一边拍 从开始到上映 整整用了四年的时间 正因为啊 是这样一个诞生过程 因此呢 电影的情节和小说的情节 是基本一致的 你可以说电影忠实于原著 当然也可以说是 小说忠实于电影 那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啊 小说中是土星任务 而电影里面呢 就改为了木星任务 这个原因啊 其实很简单 不是库布里克不想去土星 而是当时没有电脑来做特效 库布里克做不出来 逼真的土星光环的特效 因为土星光环 如果近距离看的话 它是由无数的 微小的石块和冰块构成的 那在那个电影特效 只能用模型来实现的年代 制作土星环的模型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库布里克 也就只好是 忍痛放弃了飞向土星 但是克拉克呢 却是太喜欢土星的 这个壮丽光环了 他坚持不向库布里克妥协 在小说中 他让《发现号》还是飞向了 这颗太阳系中最壮观的行星 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 这部电影的影评的话 你会很轻易地找到 无数的意美之词 这个用词啊 它都是极为夸张的 比如说像这样的影评 在观影的过程中 我先后感到胃痛 腰痛 心口痛 颈椎痛 胸门气 短 口干舌燥 最后我像痴呆一样张着嘴 瞪着眼 看完全场 精神极其亢奋 情绪万分高涨 一直爽到现在 但是我今天呢 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些 更客观的真相 这也算是一种善意的防坑提醒 第一 如果在没有仔细听完 我前面的故事介绍之前 你就去看电影 那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 是看不懂电影情节的 库布里克 完全是跳跃式的叙事 甚至呢 他根本就抱着 不想让你轻易看懂的阴谋 第二 整个影片的节奏 对某些人来说 会显得极为缓慢 沉闷 如果你不是刚刚养足了精神来看 那么我几乎可以预言 你会看睡着 我头两次看呢 说实话也是都是看睡着了 在影片的开始啊 甚至有一段 长达三分钟的 只有配乐 没有画面的纯黑屏 很多人呢 都会以为是画面坏了 那不管有多少人 怎么赞美这三分钟的黑屏 有多伟大 有多少象征意义 甚至刘慈欣说 那是他认为的 影史上最伟大的三分钟 没有之一 但是 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 还是受不了的 比如说我就受不了 不过好在啊 现在大多数网上的版本呢 都是把这三分钟 给果断的给剪掉了 其实呢 在影片的中间啊 还有一段长达一分多钟的黑屏 这个呢 你也可以跳 否则呢 是真够考验耐心的 第三 即便是剪掉了三分钟黑屏的版本 在影片的前17分钟 你会以为自己看的呢 是动物世界 而不是一部科幻片 在以前的那个DVD时代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 去找店老板说 你是不是给我搞错片子了 因为这17分钟里面 没有对白 只有一群星星在表演 虽然这些星星 其实呢 也是人演的 但是在库布里克的那种 完美主义之下 他们看上去啊 就像是真的动物 你至少要看到 第九分多钟的时候 画面上出来了黑石板 你才会明白啊 这原来是电影 不是动物世界 反正呢 在这17分钟里面 基本上就是一群星星 在手舞主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生活大爆炸》 里面有好几次啊 鲜耳朵和他的室友们 就学着星星的那种手舞主导 还有大善大叫 其实呢 他们就是在模仿这一段 第四啊 这部影片 基本上呢 是没有对白的 一直要到 差不多第23分钟的时候 才有了第一句台词 先生 你到了 请上主家版 而整整两个多小时的影片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只有音效 没有对白的末片 那如果你没有一点 欣赏文艺片的基因的话 看末片呢 还是会 会是一种心理考验 第五 影片中的所有人物 基本上呢 都是表情呆滞 毫无演技可言 与我们看过的大多数电影 强调表演性完全不同 其实啊 这恰恰是 库布里克精心设计的 他认为 这是一部 不需要演技的电影 人在这部影片中 只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 这不是一部 展现人性的电影 电影的主角呢 其实是太空 好 说完了这些坑之后啊 我再来讲 这部影片的看点 第一 如果我不告诉你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片子 你不会相信 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 真实地展现了 太空飞行的种种细节 即便是拿到了今天啊 也依然可以当作是 太空科普片来看 大家在电影中 看到的那些 太空飞船中失重的细节 都极为的逼真 据说啊 他为了拍出那支 刚比漂浮在空中的这个景象啊 他琢磨试验了好几个月 你可以在影片中看到 太空中的这个人工重立场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太空飞船中又该如何行走 为了不出现物理上的错误 库普里克呢 是花了极大的心思 如果表现不出来的画面 他宁可呢 就设法规避 比如说 太空飞船中的女乘务员 都戴着一个非常可笑的大帽子 他们把头发呢 包得紧紧的 那是因为啊 如果长发散开 在太空中 它是会飘起来的 库普里克拍不出来 所以呢 他就只好让他们戴着帽子 总之 这部影片的科学上的硬伤 实在是很少很少 那如果一定要找的话 我也只能找出地球的颜色问题了 在影片中表现的地球 无论是从太空中看过去 还是从月球上看过去 都是黑白的 而不是蓝色的 第二 电影的配乐 也是影史经典 在整部影片中 库普里克反复使用了交响曲 《查拉图斯特拉卢士说》的 第一乐章日出 这是理查斯特劳斯 根据尼采的同名小说 谱写的交响诗 在电影上映之前 这首曲子 几乎没有什么名气 但影片上映后 这部曲子 那是名声大照 而现在已经是举世皆知了 不论在影像上 气势上 还是在精神上 影史上恐怕都很难再找出 更为贴切的配乐了 《查拉图斯特拉卢士说》 其实早在电影上映前 70多年就写成了 但至今 依然让大多数人认为 这个音乐 就是专门为2001太空漫游谱写的 他们在精神上 已经完全融为了一体 第三 在影片的第18分钟左右 有一只黑猩猩 把一根骨头扔向空中 当这个骨头落下去的 那个瞬间 画面就变成了 外形酷式一根骨头的 太空飞船 这个镜头 也成为了 影史上最为经典的镜头之一 你如果看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第18分钟左右 300万年的人类文明史 就被浓缩成了 这一抛一路 第四 那些在月球上的场景 拍摄的如此逼真 连登月舱 都跟阿波罗飞船的登月舱 如出一辙 以至于一年后 当阿波罗飞船 真的登陆月球后 有很多人就怀疑 那些真实的月球景象 是不是就是在 库布里克的摄影棚中 给拍出来的 第五 影片中有大量 未来成真的黑科技 比如磁卡电话 当然我这个已经要用过去式了 这个都已经成真又过时了 再比如 宇航员一边吃饭 一边用一块平板玻璃 看电视新闻 那这不就是40年后的iPad吗 当年苹果起诉三星 侵犯iPad外观专利 三星在法庭上 就播放了这部影片 说iPad的外观专利 是人家科布里克的 不是你苹果的 比如哈尔九千和鲍曼 下国际象棋 鲍曼被打败 29年后 IBM的深蓝 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那像这样的细节 如果你留心 还可以发现很多 第六 太空中的各种 对接机械运动 爆炸 都是无声的 这个会让很多人 不适应在观影的时候 但是 其实这才是真实的太空 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 其实就是完全静默的 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总之呢 作为科幻电影来说 这是一部影史上的经典 但我依然想借两个人的话 来给你做一个 观影前的总提醒 一句话呢 就是他的作者 阿瑟克拉克自己说的 他说 如果你一遍就看懂了 整部影片 那么只能证明 我们失败了 另外一句话呢 是导演库布里克说的 他说 这是一部 让你体验的影片 而不是一部 让你看懂的影片 好了 那2001太空漫游的小说 和电影的内容 我都给你介绍完了 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与太空有关的科学知识 我想掌握这些知识 对于你欣赏太空题材的科幻作品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咱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